乌克兰危机爆发近一年来的事实表明 冲突战争没有赢家 对话谈判才是解决之道 各方尤其是大国 应该采取负责任的态度 为劝和促谈创造条件 多做有利于政治解决的事 而不应火上浇油 更不能趁机牟利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中方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站在正义一边 我们将继续为劝和促谈 发挥我们的建设性作用